我先講侯友宜要重啟這個服貿貨貿的談判 這件事情 剛剛羅醫師講說 說他真的是草包 其實劉家昌也說過 因為他說這草包裡面沒有草 為什麼這樣講 大家回想一下 當初馬英九時代 你要去講服貿貨貿貿的時候 他還至少他懂得包裝 他包裝什麼事 他的包裝是說 我們的人 我們的中小企業 也要過去那邊爭取他們的工作 侯友宜是直接把這個糖衣全部都不要了 或者他根本不知道外面 所以本來又裹一個糖衣 直接把裡面的毒藥告訴你說 我們要讓中國的大學生來臺讀書 中國大學生來臺就業 有事嗎 最近還問我說 聽到 有的年輕人問我 聽到說這誰講的 說要讓中國人來臺灣就業 誰講是中邪 我說中邪就是中邪 姓趙跟姓侯的那一組 我們是美德 他們是趙侯 重點來了 臺灣這麼差 中國整天在罵我們 大家回想一下 之前徐春淫當 後來他沒有被提名 是怎麼樣罵臺灣的 大家再想一下趙少康 這三十年來是怎麼樣說臺灣 嫌棄臺灣的 每一次都講說中華民國要滅亡了 然後是在民進黨的執政之下 讓我們今天的這個經濟成長 在全世界是很亮眼的 讓我們的這個股價指數 是超過香港恆生指數的 更重要是我們所有的制度 都是中國人很想要的 剛剛勇哥有唸了好多國民黨的提案 他們就是想要來幹嘛 開放中國人是來臺好多方式 以前是來臺依親 依完親之後 還可以拘留 拘留之後要取得健保 取得健保之後要取得身份證 臺灣不是很糟嗎 中國不是好棒棒嗎 為什麼都要來臺灣呢 莫名其妙 第二個是 就是今天要講到重點 就是重啟服罵禍罵 其實侯友宜要的就是什麼 要讓中國的年輕人 現在他失業率 年輕人的失業率 超過五十Percent以上 而且他那統計是不準 為什麼 他那個統計是 你只要是有這個 比方說我有輔導過 你有打工來上過課 這個都不算喔 這個都不算你失業 其實你就是失業中 所以現在中國失業率是很嚴重 不是在暢衰他的經濟 而是事實上是 就算他沒有失業率好了 中國的薪資跟臺灣的薪資水平 開放大量的中國人士來臺灣 跟我們競爭 尤其服貌 什麼叫服貌 就是服務業 服務業就是以人為主 這個國際經濟很簡單 就是這個薪資水平會拉平 你讓大量的中國人來這邊 跟我們做一樣的 不管是做這個打字也好 剪頭髮也好 甚至去做工程師都好 你去問這些臺青椒畢業的工程師好了 他們說開什麼玩笑 他們來一個大學生就薪水 只要我的一半 我怎麼跟他競爭 那這不是說我們要照顧企業的成本 而是說臺灣年輕人就業保障在哪裡 而侯友宜他根本就搞不清楚狀況 他現在要做就是不要被棄保 他要升籃的 所以趙紹康拿一個中華民國 省主牌趙紹康來 然後把這個中國這個政策來 他就是要一個升籃 鞏固他的票 我跟你講最後他還是會被棄保 因為你只剩下這些票員 誰誰第三 第三個就會被棄掉